接上一个视频中我们讲到 阿祖法的哥哥嫂子暂时和他一起生活 他们家里真的是太热闹了 从哥哥嫂嫂的互动来看 他们夫妻之间也挺恩爱的 哥哥和康特好像不一样 他对谁好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 其实他对自己的妻子孩子也很不错 这两天最开心的就是凯撒了 以前他就守着妹妹 可是妹妹还可能和他玩 现在他又有姐姐和弟弟陪在他身边 这两天阿祖法的脸上都是开心的笑容 原来他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最轻松最快乐 以前生活在康特家里的时候 嫌都是紧绷的 他说话做事都是小心翼翼 唯恐哪里就说错了做错了 可是在自己的哥哥嫂子面前 他是没有这样的负担的 阿祖法其实也想到了康特 其实他们一家四口住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心情也是好的 可是妈妈就是不能让他过好日子 他也真的是无奈 谁有好日子不想过 老者这两天也和阿祖法说了一点事情 他说康特前两天做的事情确实冲动了 他也意识到错了 不应该和你的哥哥动手打架 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直脾气 让阿祖法和他的哥哥不要太计较 其实阿祖法当然了解康特了 只是觉得恨铁不成钢 而且他讨厌老师吵架打架 这样会让他不由自主的就想到了妈妈 他担心康特的脾气和他越来越像 这些是他无法容忍的 老者这两天真的帮康特说了很多的好话 他也不想让他后悔 那天他听康特提离婚 老者心里也是很意外的 这是他听他说的最赌气的话了 好在他第二天就不再提这件事情了 估计想了一个晚上 终于想明白了 如果他们真的因为这件事情吵着离婚 那妈妈肯定要笑死了 就是他一直想看到的结果 老者这两天为什么要跟着阿祖法去他哥哥家 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没车送他们过去 还有就是缓和他和哥哥之间的关系 老者者也在哥哥面前说了 康特以前是怎样对阿祖法好的 他们两个人能结婚是多么的不容易 康特真的应该好好感谢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